OK 所以晶的選單設定 它的風扇只能開啟或是關閉 它沒有說什麼自動啊 或是低速轉 它就是只有開啟或關閉 那我是覺得它的風扇聲音是聽得到的 沒有像網路說完全靜音 什麼超安靜風扇 我電腦風扇都比這個安靜 你就知道是聽得到的 就沒有到非常安靜啦 這個需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就稍微玩一下它的各種神奇的功能囉 OK 所以它的 所以它的整個 那它的設計 那它整個設計呢 它整個設計 它整個設計 那它整個設計就是 那它整個設計就是跟南光燈棒 如果有用過南光燈棒 我們這個就用起來一模一樣 就是左邊是用一個 無段的調整 就是它沒有段數 就是滑順的調整你的 Dimmer 就是亮度的部分 那右邊是會有一段一段的 會感覺卡一段一段的 然後你會可以挑選你的不同的設定 所以你就是挑選不同的設定 然後來調整你那一個的設定 就這樣 那它整個操作如果你有用過南光燈棒的話 那其實就大同小異 反正左邊這個是調整亮度的部分 那它的亮度調整這個旋鈕是無段的 就是很滑順 就是你可以直接一個一個這樣慢慢的滑 那這盞燈的操作其實如果你有用過南光燈棒 那其實就大同小異 左邊是一個無段的調整 它是調整亮度的部分 那右邊這個是調整功能 那功能這個旋鈕呢 它是有一段一段的 它是有一段一段 對一段一段 就是你來挑選不同的功能 然後左邊來調整無段的功能 像是我現在加了 什麼都沒有 那我有一個 那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那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南光是這樣設計的 你看它的DMX它是有一個要轉上去的螺芽 可以讓它鎖在上面 但是它的電源沒有耶 它的電源只是用一個阻力 就是讓它摩擦力就直接卡在上面 所以我打一個問號 就是它這個電源會不會插久就鬆掉了 很容易鬆出來 這我不知道這要用時間來驗證 那為什麼右邊DMX這個插孔 是用這個螺芽可以鎖進去 啊左邊這個電源不要 我不知道它們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好啦 反正就CCT模式 然後HSI模式 然後就是一些神奇的特效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結果它還是一盞燈 OK沒有什麼太酷訓的東西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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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看了一下说明书 我在买这盏灯之前我有看一下网络一些评价 大概都是南光直接寄给那些review去 那在买这盏灯之前呢 我开一个空心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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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买之间的鹿中 опас 我开一个空心的颜色 到时候 prere Kristen 了解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在买这一盏灯之前呢 那我在买这一盏60C之前呢 我有就是看一下网路上的review 那大部分的review都说错了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盒子里面没有附这么多东西 因为那些应该都是南光直接寄给那些人去评测 或是测试或是review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直接寄所有东西给他们 但是盒子里面是没有 就我看一看说明书我才发现 就是review他们讲的有那个保容卡口的转接配件 跟那个NPF电池的那个V掛吗 就是NPF电池的那个板 然后可以直接插直流电进来 那个也没有配 就是都没有啦 没有像review说的 喔什么全部都有 其实都没有 我觉得它就是一盏灯一条线一条变压器 就这样子结束 喔还有一个标准照啦 就这样没有了 所以如果我想要用NPF电池 像是这么小的灯 如果用那个NPF电池的什么 所以像是这一盏灯 就是很小嘛 那你可以藏在很多小地方 那你如果想要用电池供电NPF之类的 你就要另外购买 好啦 那就要再另外购买咯 我们稍微玩一下 我们 我去网路二手 所以如果我想要 所以 因为 所以如果我想要像是那个NPF电池背板 然后可以直接接DC直流 直接供电 因为这盏灯很小嘛 你可以塞在各种小角落 那如果电池供电应该会蛮方便 那我就需要另外购买 那现在我手边有另外一个配件 也是一起买的 这是二手的Fernel配件 我们就把它装上去玩玩看 反正就是配件都要买啦 没有像review说 什么都有 什么箱子里面塞不下 都不是真的 可以 一样 各种的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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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Fernel在這 OK,Fernel OK,Fernel加上來 這個夾好像沒有辦法夾到很漂亮的線 它有點像是一個橢圓形這樣子 就是這樣 OK,Fernel加上來 然後前面的Barn Door夾一下 夾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橢圓的形狀 沒有辦法比較直的線 這真的是還蠻橢圓的 如果再夾細一點 如果再夾細一點,夾到非常非常細 你就會開始看到有一些 一條一條線在上面 但通常應該不會這樣用 沒什麼大問題 這個Fernel主要就是可以變焦 可以放大 我們把前面的四頁片拿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開心的變焦 放大放大 OK啦 所以這是45度角 然後這個就是傳說中的12度角嗎 12、13度 就是可以把它聚焦的更細 然後這個就是12度角嗎 就是你可以讓它照射範圍更可以控制 然後如果你再搭配那個Barn Door 這樣子 稍微控制一下光 那這個應該是還蠻好用的小工具 神奇的Fernel 好嗎 如果什麽都沒有加 所以如果什麽都沒有加 所以如果什麽都沒有加 它其實照射範圍就沒有到很寬廣了 就是它已經稍微有一點蠻局限的 可能50度嗎? 或是50度左右 就是它的照射範圍感覺就是已經是 平常的COB已經加了標準照的感覺 類似那樣的感覺 就是它沒有辦法幾乎180度的大亂照 就是比較局限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一個距離很短 像是現在這樣距離很短 你想要照整面牆 那是比較困難的 你可能前面要加一片隨便的柔光紙 這樣子才有辦法辦到 不然它的照射角度就是稍微有點局限 這樣子 然後它的標 然後它的標準照的部分有一點斷層 就稍微看得出來好像有兩段 然後它的標準照的部分有一點斷層 就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圈 然後外面也有一圈的圓圈在上面 就稍微有一點斷層 如果不注意應該是還好 對啊 好那我們稍微玩一下 那我們稍微玩一下南光的APP 因為聽說很難用 我也來試試看到底是多難用 然後我們就來結束這個影片 因為這個目前還不是review 就是我才剛開箱沒有辦法review 就是這個只是開心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 哇賽這盞燈到底是什麼酷炫的東西 就是一個RGB 就是有各種顏色的 七彩的 不只七彩 反正就是各種顏色可以變換的小小LED燈 目前市場上應該是唯一一間 就是作為一個小小的RGB COB LED RGB ACL COB LED 的廠商 接著我們要搭取到4個小的RGB 現在是同一陣子 我來搭取到4個小的的圓形 我來搭取到4個小的圓形 甚至連5個小的圓形 那是一陣子 對我們在4個大小的圓形 OK 順利淋上了 也還蠻快速的啦 沒有 OK 連上了 OK 順利連上 沒有網路說我那麼誇張啦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手機剛好適合這個APP 就是剛好優化到或是怎麼樣 不然目前看起來是還OK 但是就需要時間來驗證 如果你真的在一個拍攝環境 有很多藍牙2.4G的東西飛來飛去 可能就會受到干擾 不知道這個要等review full review才會知道 反正就是目前就在旁邊 還蠻快速的啦 連接就是重新 新的配對也沒有花很多時間 還行 所以我手機就在旁邊 沒什麼事 我們知道 這次就在旁邊 我心中的不在那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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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